台湾是拥有丰富海洋资源的幸运岛屿 琳琅满目的深蒙海鲜种类繁多 是许多韬客心中的美食天堂 然而也正因为海鲜的种类多元 如果不小心混入有毒的海洋生物 加上民众的辨识能力有限 就可能造成中毒的危险 像是今年1月 北部移出于市场在摊伤的不留意下 受出两只带有剧毒的螃蟹 所幸在顾客及时发现下没有酿成意外 根据报道指出 这两只毒螃蟹分别是绣花棘手弱蟹 以及正直爱结蟹 可能就是因为外形与可以食用的馒头蟹相似 才导致不慎混入于世 究竟我们该如何从外形 大致辨识有毒的海洋生物 又该特别留意哪一些毒害 就让我们先从螃蟹的案例着手 一起听听嘉义大学生物资源学系 继研究所副教授邱玉文怎么说 正直爱结蟹 它的身体的颜色就 花纹就没有很花 它颜色非常的就比较红 整红色一点点 然后呢没有什么花纹 可是如果说绣花 那个极熟弱蟹 它整个身上就有 应该是说起来就是有橘色的底 然后上面有有鹅黄色的细斑 有鹅黄色的网纹的细斑这个样子 所以整个外形那个颜色差起来差很多 然后如果看它整个 我们就一看螃蟹就看到的背甲 它那个背甲的前缘 正直爱结蟹背甲的前缘就很圆 看起来这样 可是那个绣花极熟弱蟹 它前缘 它整个前缘的部分就会有一些锯齿 就是会有凹凸的锯齿状 所以其实外形一看很容易就看出来 就是说我们在说的这些有毒的螃蟹 都是像是扇蟹这一类比较多 它们的鳞 指尖都会有那个 它的鳞指尖可动子跟不动子 前面尖端都是黑色的 而绣花极熟弱蟹 以及正直爱结蟹 又有哪些致命的毒害呢 其实这方面的研究 在国内还没有相当的多 但是呢在日本的石环岛 它们有做了一些毒性的研究 然后它们大概就是用一个老鼠的单位 什么叫老鼠单位呢 就是在四五分钟之内 可以让一只两二十克的老鼠 致死的量 那也就是说呢 它们去做了这个螃蟹的毒性的分析之后 就发现在一克的蟹肉里面 会有两百个老鼠单位 就毒死这么多的老鼠 那也就是说一个正常人 你就要吃到两公克的这种蟹肉的话 就会致死 除了毒螃蟹的问题以外 因为使用有毒的敌雕科鱼种 导致中毒的意外 也曾经在台湾发生过 像是2006年 就有三位民众 在南部的渔市 买到有毒的敌雕科鱼类 而引起腹痛 四肢无力等中毒的反应 而在2015年 也有台南的民众 私下和朋友购买双斑敌雕 导致中毒的意外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从外形去分辨双斑敌雕呢 双斑敌雕现在它的中文的名称已经被改成叫做白斑敌雕 不过它的学名是没有变的 就是以前我们俗称就是在养殖鱼业里面俗称的昂泽 就俗称的昂泽 然后呢 常见有在养的 像隐纹敌雕 它们这两个颜色都非常的像 然后体色其实都是赤和色 不过若在水架火体的时候 看颜色就不会是这么的深红 它的背脊就从被栽盖的后圆 开始一路到延伸到尾柄的长度 是整个背上都有它的背脊 然后也是一样前面应急 后面软急 然后它们的背部比较深 然后呢 沿着背上会有两个白斑 所以我们说双斑敌雕 值得一提的是 低雕科鱼类味道鲜美 受到很多老饕的喜爱 也是许多海岸国家重要的食用鱼 那么它有哪些格外要注意的毒害呢 其实低雕这种鱼 是传统上非常好吃的鱼货 然后甚至在我们所有的严禁海鱼业里面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大宗的鱼 的消费性的鱼 的鱼种 然后也个人觉得它非常的好吃 但是呢 有的低雕它是住在我们说的珊瑚礁区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其实很多的食物的鱼的毒性 它是来自于食物里面 食物链的累积 所以在珊瑚礁里面呢 会有一些 藻类 或者是它的食物的来源非常的多样 所以低雕呢 它就容易在它的食物链里面 然后经由食物链的小鱼 大鱼 然后累积到它的体内 就会有这些毒性存在 那其实我们说 这样的 这样子的有毒的鱼类 其实在珊瑚礁里面还真的是不少 因为烧礁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生物多样性相当高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这些鱼类 它在里面 它都每一个种类 它都负责去维持到一个生态系里面 一些互相制衡 或者是食物链 食物网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刚刚说低雕只是其中之一 所以在过去的案例里面 我们就会发现到 像里面很多的像 天竹雕也好 或者是像那个叫做 我们说的各自各样的昂雕 然后石斑 然后这些鱼 它们在食物链里面 通常都会累积到多多少少的毒素 不只国人常食用的鱼类还有螃蟹 章鱼也可能是带有毒性的海洋生物 像是过去在东北角还有奇金 就有钓客以及潜水客 发现有毒的蓝环章鱼的踪迹 但由于它们不知道蓝环章鱼的危险性 甚至还捧在水里把玩 那么蓝环章鱼在外形上又有哪一些特征呢 蓝环章鱼 它就是有它的警戒色 所以它其实它的最大的特色 去调人家的戒色 就是它咖啡色的 就跟一般大部分的 我们认识的章鱼一样 就是黄咖啡色的 可是上面有很多的蓝色的圆圈 然后这些蓝色的圆圈有不同的形式 可以再细分它是不同的种类 然后这些圈圈有的有蓝色的蓝环 然后外面还有再加金边 不过就是全身都布满了这些蓝色的环这样 所以它叫做蓝环章鱼 或者叫蓝纹章鱼这样 根据研究显示 蓝环章鱼不止在卵巢的部位有毒 甚至还有咬毒 大家不可不防 蓝环章鱼 或是以前我们叫做鲍斑章鱼 这些都是小型的章鱼 然后我们刚刚说它有毒 它有毒 其实它 其实本身身脏真正的毒性 大概就只有在卵巢的部分会有毒 然后它比较大的制毒的 制毒的部分 大概就是在它的咬毒 也就是说其实蓝环章鱼 它所有的章鱼 它都有一个嘴巴 然后那个嘴巴会像鹦鹉的嘴巴一样 我们叫做bic 就是一个会 然后呢 在它的嘴巴里面会有毒线 然后在这个毒线 它就非常的毒 然后有毒毒呢 大概就是 它大概有眼镜蛇的50倍 然后呢 一只蓝环章鱼 可以让26个人 毒化身亡 海洋天然毒的种类 复杂繁多 不只是一般民众难以辨别 有时就连经验老道的渔民 也可能会误判 像是在2004年 就曾经发生过 6名渔民在东沙群岛 误食像石之纹罗中毒的意外 至于像石之纹罗 在外形上有哪一些特征 又具有哪一些致命的毒性呢 我们说像石之纹罗 就是我们在说的 金石之纹罗 然后所以说顾名思义 它身上会有一些 金色到核色的 石条 石条的环状的环线 所以说它应该是说 它整个壳的底色 是浅核色的底 然后上面有深核色 或者是类似金色的环线 有石条 就顺着螺旋 一路就是盘上去 台湾这些螺类的成分 主要都是以河豚毒为主 然后呢 可是有的种类 它会同时含了 几个不同的毒性在里面 然后这些毒性呢 在煮的时候 会把这些鸡肉里面的 或者是肠胃道里面的 这些毒性就融在汤汁里面 就种出来 然后所以说有些物种 它就同时含有 河豚毒鸡麻 必性的被毒 像细的直纹罗 然后细纹直纹罗 腰带预罗 然后求脂纹罗等等 它们这些就是同时会有含到两个种类以上的毒性 这一次的惹事的这个 像是脂纹罗 然后它其实跟其他的 好几种过去曾经发生过 有毒的这些脂纹罗 而造成有民众物食致死 在它的中长线里面 都可以检测出 河豚毒这样 今天的节目里 透过过去曾经发生的 毒海鲜中毒事件 和大家简单的分享 毒螃蟹 鱼类 章鱼 还有螺类外形的特征 以及特别要留意的毒害 不过由于海洋生物的种类繁多 有没有什么样简单的方式 可以让大家在选购水产品时 更有保障呢 那其实有几个比较简单的原则 第一个就是 如果不熟悉的水产品 你就不要买 那有的时候你虽然是鱼饭在卖 有一些我们现在台湾有一些观光鱼市场 它卖的东西是五花八门的 它可能会为了要凑满一盘 然后就把一两只鱼放在里面 那有的是真的当地的人有在吃 但是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料理它 如果当地的人他没有在吃的鱼 我们也不要说自己在海边钓到 就拿来吃 那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刚刚说的珊瑚礁的鱼类 它通常在珊瑚礁 它是一个色彩缤纷多样的背景 所以在演化的过程中 在那边的鱼大概都非常的漂亮 什么叫做漂亮 都是很多身上有很多的颜色 这些颜色有的就是为了要在背景里面隐藏 有的更重要的意义就是 它本身就有毒了 然后它有毒的时候 它要让吃它的敌人 如果不小心咬了一口 中了毒 就会有一个行为上的印记 就会让它毕生难忘 以后就不会再吃它 所以它就有所谓的 我们说的警戒色 就像有的鱼色彩越鲜艳 然后就是鱼换 或者我们一般的口中说的 那个就是热带鱼 其实那个热带鱼就是 色彩漂亮的鱼 会被我们拿来当观赏鱼 这些鱼通常可能相对的 第二它可能就会有毒 以上专题由记者清晴采访报导